极品大波妹子荒野生存有多嗨 不仅是可以喝到红色的树枝叶 让缺水的自己原力满满 而且还能收集到超大的蜗牛 看看这个蜗牛的个头 那简直是堪比大田萝 将它们煮熟之后 可是让宝美滋滋地实现了蜗牛大餐 吃的那叫一吃一个不知声 美滋滋啊 而且宝上其也还钓到了两条肥美的野生河鱼 将它们清理干净之后再在炭火上一烤 那叫一个香飘四溢 由于即将离开庇护所 宝的这顿烤鱼大餐自然是要有氛围感和仪式感 为此宝还搞了大量的蜡烛 来上了一顿烛火晚餐 开启新的荒野求生的宝 励志要打造出各种风格迥异的庇护所 而这第一站便是在河边 利用大量的鹅卵石 气筑起了鹅卵石庇护所 最后再搭配上防雨布屋底 这庇护所简直是绝望 睡起来十分的舒服 而且就在河边位置 用水和洗澡也是极其方便 简直是完美的选择呀 在河边的鹅卵石庇护所 待上了几日之后 宝决定再次换地图 毕竟只有不断地游走 选择不同的地方打造庇护所 才能体会到荒野生存的真谛 相较于河边的鹅卵石庇护所 这一次宝选择的距离加比较近的山林 早晨的时候 这里鸟与花香 阳光透过树木照射进来 看起来十分的美妙 而且虽然河边用水方便 但是流水的声音持续输出 待上几天还真是感觉耳朵温温作响 而山林之中虽然用水不方便 但是却是要安静不少 从大炒到大静 这样前后差异巨大的荒野生存 才有对比感 更何况宝这一次准备 在这一处坡地位置打造庇护所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拿上了冰工产的保鲜室 将杂草和灌木去除 接着则是开始不断地挖掘着 坡地上的泥土来 这一处位置的泥土的密实度还算一般 不松也不紧 宝挖掘起来的难度不大 不过由于挖掘的面比较大 为此这依然是一个极其耗费时间和体力的火结 前前后后的 宝可是足足地挖掘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挖掘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 而此时也是挖掘到了泥土层之中比较密实的区域 出现了不少的碎势块 挖掘的难度也是大了不少 最后在宝的不断坚持下 又是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再在土壁上开挖出了一个向内凹陷进去的区域 这个位置宝原本是打算直接挖出一个山洞的 不过现如今看起来难度实在巨大 真要挖出一个两米深的山洞 怕是得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到 为此宝最终只是挖掘出来六七十厘米之深的山洞 这样的位置虽然有些小 但是后期在外面处理一番的话 还是能够打造出不一样的庇护所的 决定不再继续向内挖掘后 接下来便是要将洞口的场地好好地处理一番 毕竟这个位置可是宝日后睡觉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了 而且洞口处这个位置 宝接下来还会在这里搭建一些延伸出来的庇护所 地面部分得好好地修整一番 做完这部分 此时太阳已经高高挂起 来到了中午两点左右 可见挖掘泥土十分地耗时耗力 此时的宝也是累得够强 赶紧地将带来的防水布拿了出来 整整齐齐地铺设到了挖出来的洞口处 还别说这个床位虽然有点小 但是也是足够宝躺在上面睡觉的 不过接下来宝可是没有睡觉 而是拿上了换洗衣物 向着山下走去 因为距离这里没有多远的地方 可是有着一条小溪流 干了一早上的活 此时宝浑身早就被汗水给湿透了 必须好好地洗上一个枣 才能够去除疲惫和汗水 好了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了 接下来的画面太美 我就替大家看了 美滋滋地洗了澡之后 宝可谓是神清气爽 浑身的疲惫那是直接减少了一大半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物之后 接下来宝便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庇护所 毕竟还有一半的疲劳需要消除 而消除疲劳最好的东西便是美食 这一次宝可是带了不少的好东西来的 比如说此时吃的香肠 不仅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还有着不少的脂肪 要知道在野外生存之中 脂肪的获取可是要比蛋白质难得多 而且香肠味道十分的美味 吃起来香而不腻 可是把宝吃的那叫一个爽歪歪啊 再搭配上一些番茄酱 更是能够增添香肠的复合味 看着周围山清水秀的美丽风景 口中吃着好吃到爆的美味 宝的心情十分的愉悦 或许这就是独自野外生存的快乐吧 至于今夜如何度过 那自然是直接在洞里面度过 美滋滋地睡了一夜之后 一大早的宝早早地就起来了 开始将毛毯等物件给收拾好 毕竟夜间还是有些寒冷的 不到毛毯的话容易感冒 睡了一夜的宝可以说是彻底地恢复了体力 早上看着阳光照射进来 真是十分的扬眼 大自然的风光搭配上美女在一起 那就是一道更美的风景 在经过一番查看之后 宝确定了庇护所外延伸的搭建位置后 接下来便拿上了打野刀 来到了竹林之中 开始对着竹子劈砍了起来 毕竟这一次搭建的庇护所外延部分 采用的材料可是竹子 相较于木材来说 竹子不仅是取材方便 而且竹子十分的笔直 劈砍也快捷 唯一就是耐久性和承载力不如木材 不过作为经常要换地的宝 竹子的耐久性已经是挫挫有余了 承载力同样是如此 花费了不少的力气之后 宝可是砍来了一大捆的竹子 紧接着又是利用起细竹条 开始测量起了所需要的竹子长度尺寸 最后再按照所需尺寸比划一番 便开始劈砍起了竹子来 将大量的竹子砍成竹筒 最后又将竹筒一分为二 直接劈砍出了一大堆的竹片来 这些竹片还不能直接使用 还需将其一侧的端部劈砍削尖了脑袋才行 这样的话后续才方便将其插入到泥土之中 宝先是在洞顶水平方向敲击进了一根水平横梁 接着再在横梁另外一端搭建了两个竹子 绑扎好形成稳固的三脚架 最后被削尖了脑袋的竹片可以登场 将它们一端敲击进入土墙壁之中 另外一端绑扎在三脚架之上 这样的整个庇护所外延部分的框架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 有着足够的牢固度 做完这部分活迹之后 接下来宝又进入到了劈砍竹片的状态局 不过这一次的竹片可是比较的长 因为它们是用来沿着框架顶面斜坡方向搭设的屋面材料 为此长度自然是需要足够的长 一次直接便可以铺设到顶部 导致所有在外侧搭建这个庇护所的延伸竹屋子 其实也是有着很深远的考虑 毕竟山洞深度不到一米 一旦下雨的话 那是很有可能没法居住的 而在外面搭设上这么一座三角形的延伸竹屋 可是能够很好的遮风壁 即便是没有风雨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遮阳 花上半天的时间打造出这么一座庇护所外延竹屋 那真是十分的有必要 荒野生存未雨绸缪可是极其重要的 在外延竹屋打造完毕之后 由于剩下的竹子还不少 为此 宝井接着又开始利用竹子打造起了屋前俯手来 这真是一点也不浪费的节奏啊 将俯手立柱敲击到泥土之中后 再将长竹子一一地绑扎上去 接着再利用竹子在中空的位置处 架设上一些竹筒 让整个护手有着不错的模样 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荒野版扶手边打造出来了 就此 宝的庇护所算是基本上建设完毕了 当然 美女自然是要美美大 接下来宝可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随后便开始仔细地打量一番自己的杰作 来不同的角度好好地欣赏一番吧 时间很快地就来到了第三天 第一天挖洞 第二天打造庇护所外延竹屋 这第三天宝会做些什么呢 只见拿上了锄头的宝对着庇护所一侧的山坡开挖了起来 好家伙 宝这该不会是又要准备挖出来一个山洞吧 挖土的过程十分枯燥 只见宝来来回回地不断挥舞着锄头 颇有意思只要锄头挥得好 哪有墙角挖不了的模样 对着山坡就开洞了起来 最后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那是直接在山坡上挖出来的阶梯状的平台 尤其是这一处 还挖掘进去了一端很深的位置 可以说是相当的耗费宝的体力 而在一旁的位置上 宝又拿上了铲子 开始挖掘起了洞口来 而且看样子这个洞口还不大 具体位置感模糊的话 大家看看远景的模样吧 总体来说便是洞口处庇护所的右侧 前面挖的方块凹槽处的左侧 洞口的直径大约在半米左右 这般大小的洞口必然不会是庇护所了 至于洞口的深度的话 目前估计在一米左右的样子 将下方的洞口挖掘得差不多之后 接下来宝又来到了山坡的顶部 开始从上而下地向下挖起了洞来 很快的 宝便在上面挖掘出了一个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地洞 而且看它的操作 大概率是要将下方的水平方向的泥洞 和上方竖直方向的泥洞连通 好家伙 宝这该不会是准备打造出一个柴火灶吧 不过话说这个柴火灶的出火口高度 会不会有些太高了吗 感觉都快有接近一米的高度 最后将里面的泥土部分全部都挖出来之后 整个柴火灶便是这般的模样了 而后宝还看来了几根大木头 将其放在前端 混合上泥土之上 将前端的平台加固以及拓宽了一番 同时拿来了不少的竹条 将它们整齐滑一地铺设在了右侧的方形凹槽之中 最最厉害的是 宝还回去拿来了一口大锅 好家伙 这真的是一个柴火灶 打造也是真费力气 接下来的时间 宝便是来回不断地利用竹筒 装来的大量的清水倒入到了大锅之中 这莫非是要烧热水洗热水早不成 在大锅里面装满热水之后 紧接着宝百年砍来了很多的木材 开始将木材放在柴火灶内 升起了火来 还别说 本以为柴火灶不太好用 没想到燃烧得很不错 下方几乎没有烟 而宝则是在一侧将一桶带来的鸡肉给好好的腌制了一番 涂抹上了很多的香料 并且将其穿在了一根竹子之上 准备做烤鸡 之后便利用两根竹子作为支架 将烤鸡放置上去 并且来回地旋转 以便让烤鸡受热均匀 不得不说 宝这方法十分的不错呀 那是烤鸡烧水两步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烤鸡也是逐步地走向了成熟 不过最先好的还是热水 一会的功夫变到了适合的温度 而宝也是真的是烧水洗热水澡 旁边的方形凹槽便是洗澡平台 真是享受得很啊 美滋滋地洗完热水澡之后 宝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物 烤鸡也是烤得外焦里嫩 正是食用的最佳时候 为了吃烤鸡 宝还特意地搞来了树叶铺设在地上 接着在上面撕扯起了大鸡腿来 随后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洗完热水澡浑身通透 再来上好吃到爆的几瓶烤鸡 这日子别提有多待劲了 不一会的功夫宝便直接吃完了第一个鸡腿 随后开始撕扯下了第二根鸡腿 继续美滋滋地吃着 不得不说 这真是荒野宝姐 人美化不多呀